因為她一直說要去夏威夷嘛 然後那時候就工作忙啊 各種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完成過這個願望 所以我很想要回到那時候的時刻呢 能夠帶她去夏威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當時在拍電影的時候 等我因為我媽突然病重 對 那等到我回到醫院的時候 她已經失去意識 如果早半小時或早一個小時 我是不是能夠跟她說最後一段話 對 所以 會一直 以前會一直在糾結在這一點上面 直到這一兩年我才真正的理解 不再後悔了 然後也不再會覺得說 需要回到哪個時刻 怎麼樣 那一刻我才了解 而且慢慢的發現了 就是連我老媽離開以後 都還留禮物給我 對 它其實讓我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 我對很多事情就不再那麼在意了 我也不再會緊張了 沒有什麼事情大過生死 而且有些東西你再做什麼努力 它也沒有辦法 照你想要的 別人 可以 是